哇 这三块五的半分 南昌真的缩粉的天堂 家人们 咱们出来缩粉了 来南昌必吃的炒粉炸酱面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价格超过便宜 是我目前为止在南昌看到最便宜的 The master of my sea The master of my sea The master of my sea I was broken from a young age chec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right on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to me shooking me kil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雲西都上了 我们第一碗先来吃这个炸酱面 好吃 面条是这种细面很挂汁 汁收的很稠 整体味道就是那种酱香 跟韩式炸酱面其实就很像 但没有那个甜 它里面这个肥肠本身是先卤过的 有卤过的那种红烧的酱香 就这边烧菜红烧肥肠的那个味道 这个炸酱面我经常可以一直说 说好多碗 因为好爱南昌的炸酱面 我来让它这么多天天天都要点炸酱面 我来让它这么多天天天都要点炸酱面 我觉得这边可以出炸酱炸饭 真的 这个焦头这个炸酱 下饭也最好吃 这种南昌话说就是绝沙 肉丝炒粉 这个才8块钱 应该是目前为止南昌最便宜的肉丝炒粉了 我跟南昌吃那么多天炒粉 一般都10块12块 它这个炸粉呢很香 有锅气 它用的是这种细粉 然后里面加了一点黄豆芽 就是好吃的那种炸粉的味道 酱油的香味 粉的口感是坛中带糯的 它这个粉有个小缺点就是它稍微有一堆堆油 就你说它的时候你的嘴唇会浆上一层油 可以让老板请放一点油 或者加辣一点 它这个辣椒也挺香的 它这个辣椒也挺香的 炭水的贵水里面的美食里面 最喜欢吃啥呀 我当时就breor 화驰 就是各种炒粉 这三块五的半粉真的绝杀 南肠真的苏粉的天堂 半粉就是一个正常好吃的半粉 酱油的底味加上那种蒜 辣椒 还有萝卜干的味道 油大的煎蛋拿它刮一下 特别香 煎蛋就像炸蛋一样 里面糖心 外面焦脆 这五块钱的猪肝汤料给的好足啊 拜拜 好喝 原味猪肝汤的味道 吃个油腻咸的炒粉再配一碗这个毒干汤特别解腻 出品的傍晚 时间不太烂 好 人 好 下个小时有我的思念 还需要 闷热的季节 因你而不惯 好啦 今天的本集收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别忘了按赞点赞 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下期再一起吃好吃的吧